西游记 第一回 美猴王出世 二 众猴见石猴出来了,就纷纷上来把他围住,问道 哎,里面怎么样?水有多深啊? 石猴高兴的说 嗨,真想不到,里面一点水都没有 地方可大了,还有不少石桌、石床、石盆、石碗呢 那些猴子听了,连忙说 哎,你快带我们进去看看,你快带我们进去看看 众猴跟着石猴都闭起了眼睛 蹲下身子,一个接着一个跳进了水帘洞 众猴过了铁桥,来到了屋子里面 看见那些石盆、石碗都高兴得不得了 一个说 那只碗好,我要那只碗 一个说 这个盆大,我要这个盆 众猴把屋里的东西搬过来 搬过去,忙个不停 这时候,那只老猴子又跳了出来 指着石猴说 呃,我们刚才说好了 谁进得来,又出得去 而且不伤着身体 我们就拜他做大王 现在石猴他进来了 又出去,出去又进来 还找了这么好一个地方 给大家睡觉休息 我们应该拜他为大王啊 众猴听了 都觉得老猴说的对 老猴就请石猴坐在大石椅上 大家在石椅前都跪下 拜石猴为王 一只小猴子说 我们叫他美猴王 怎么样 别的猴子都纷纷的同意 从此 美猴王领着众猴 白天在花果山上游戏 晚上到水帘洞里休息 日子过得十分愉快